请起立 走 请坐 各位前博东西大家好 我主公介绍 我是台湾民政府 司法部林詠誠 林明成 今天我們這個 要來分享我們台灣民政府 針對這個司法改革 我們的主權 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他要知道他是對什麼人好中 所以我們要來講這個主權效忠的問題 主權好中的問題 我調查一下 我們這期還有我們住民的同胞 原住民的同胞有沒有 有 那我國台語雙聲帶 我配合大家 盡量用華語 來講這個課 首先要跟各位介紹 正義女神 是我們 我們 世界上的各國政府 他們的法院 他們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 有設立一個形象 那包括共產制度的國家 也有正義女神 那個 阿拉伯國家 他們那邊也有 回教國家也有 Justidia 是古羅馬代表公平正義的女神 作為法律基礎公正道德的象徵 這是一個象徵 我們用一個女生的那個形象 一個女生的形象 然後手持著天平 還有那個代表正義的寶劍 那就是這天平代表公平的審判 劍是代表懲監除惡 絕對制裁力 來自司法 來自立法權 先有立法才會有司法 所以我們那個劍是由那個立法權這邊來的 然後眼罩 把眼睛蓋起來 代表說我們無視被告的容貌 權利還有他的身分背景 他的家世地位 我們一律把它剔除 在那個正義女神的那個象徵之前 大家一律平等 都是平等的 那為什麼用女生的形象 沒有男生的形象 因為未滿18歲的 在我們台灣這邊是未滿18歲 沒有成年的孩子他做錯事情 才會得到那個有限度的容忍 所以我們用一個男人的形象 用一個女生的形象 代表說 除非他是未滿 他是未成年者 他還在學習的狀態 他不懂事 所以他還沒成年的話 他能夠得到那個有限度的容忍 有限度的容忍 除此之外大家一律公平 在法律面前大家一律公平 不會分說有錢沒有錢 也不會分說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主權 這主權的部分 在各位的左手邊 這個是美國司法院的一個Logo 這代表台灣的真正佔領權 那在中間這一個 是我們的真正主權 那的主權 那的主權是來自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 這個是橘文旗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皇室的象徵 他不是那個日本國 他是皇室 皇室是天皇陛下的皇旗 再來這個是按照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來委託給蔣介石代管的中華民國政府的 那個憲法第一頁 憲法第一頁 他們的憲法 那個到現在修了12次法到現在 沒有辦法說能夠在台灣真正的有效 真正的有效 等一下我們來講這個結構是怎麼樣 首先我們來介紹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必須要跟各位講 大日本帝國跟現在的日本國 有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不相等 要跟各位講一下 大日本帝國 是漢文 漢文叫做大日本帝國 他的英文全名叫做The Empire of Japan 所以我們在講日本的時候必須說 他是The Empire of Japan 或者是1946年修憲脫離大日本帝國之後的Japan 這不一樣 這不一樣 那個跟各位介紹一下 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 大日本基於近代君主立憲 而制定的首部憲法 公佈於1889年 明治22年 然後在1890年的時候實施 在1890年的時候實施 就是在台灣 台灣是馬關條約 那個1895年的時候 那個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我這一堂課 我有分給各位兩個文件 一個是馬關條約 一個是就是和平條約 那個大家可以看那個華文 那個前面是那個華文版的 後面是英文版的 大家可以交叉比對一下這個的結構 很多網友很多台灣人說 馬關條約是 是大清國割讓台灣給日本 這個是錯誤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開中民意 這是一字不漏 從那個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那邊操錄下來的 在前沿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透過那個我們的網路 轉播這邊 順便讓不知道的那些 在攻擊我們那些 那個台灣的一些前輩 他們到現在有些人 還不是很清醒 我透過這個機會 請大家自己去查證 在馬關條約 開中民意的那個前沿 第一頁 就可以看到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即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定立合約 這是第一行 第一個字 從第一個字開始第一行 第一個D句 就是在講這整個條約的關係 不是日本國割讓 不是清帝國割讓給日本國 而是大清皇帝 跟大日本皇帝之間的交約高掛 這是交歌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馬關條約是大 是皇帝對皇帝的割讓 是皇帝對皇帝的割讓 不是國家對國家的割讓 這個大家要先了解這一點 那也歡迎大家去查證 那我們在下關條約 在日本的下關市那邊 那個原本在那個 那個伊藤伯文跟那個李鴻章 他們兩個代表簽訂合約的地方 叫做春帆樓 大家如果有時間去日本去投的時候 大家如果去日本玩的時候 可以去下關市的春帆樓那邊看一看 看看他們的這一份文件 他們有公佈出來貼在他們牆上 公佈給大家看 第一行第一個字開始 就是整個條約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台灣是在 是台灣不是因為甲午戰爭而割讓的 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這一點 台灣是馬關條約所割讓的 甲午戰爭是馬關條約的前面的一個武力動作 那後面這個和平條約就是馬關條約 那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戰爭不能轉移主權 所以在整個戰爭在甲午戰爭的時候 台灣是不是戰場 台灣是不是戰場 台灣不是戰場 戰場是在黃海 為了為了誰而戰 清帝國跟日本是為了誰而戰 為了朝鮮人而戰 為了朝鮮人而戰 為了明臣皇后 他被那個日本人殺掉 然後為了日本人而戰 為了為了朝鮮人而戰 打完戰爭之後 台灣不是被佔領的地方 他是清帝國的殖民地 在台灣當初的四分之一的土 三分之一的土地 六個屯肯區 是清帝國的殖民地 屯肯區 其他的三分之二的土地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所以 大清帝國拿到台灣 台灣藉由馬關條約 不是藉由交五戰爭 是藉由馬關條約取得 那個台灣的三分之一的土地之後 那又花了二十年的戰爭 跟那個台灣的原住民 那個打仗 也有打仗的 也有通婚的 他們派他們的貴族 來台灣這邊通婚 所以很多我們的原住民的貴族 他們的一些首領 他們的那個組長 很多都有日本血統 這個大家可以 那個兩年前 有一個料姓立委 去年 去年一月份 一二月份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有一個料姓立委 他說 台灣的原住民很多都是 雜種 他說我們台灣的貴族是雜種 其實他講的這個雜種 兩個字是非常 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侮辱 事實上不是雜種 是因為為了要 為了要跟台灣融合 為了要 為了要跟台灣取得整個的那個 那個收復整個的領土 所以他派了很多的青年男女 他們貴族的 王室的一些男生還有女生 來跟我們台灣的原住民通婚 所以我們的血統是來自於 大日本帝國皇室 還有一些王族的一些血緣 所以那個廖姓立委後來 後來就被轟下台了 轟下台之後 我們必須要來講這個部分 中華民國刻意不再去宣揚這個 媒體 媒體不再去宣揚這件事情 的原因是因為 後續我們去追查的結果 是因為 到西來安1915年之前 這20年的戰爭 除了跟不服從就是打仗 如果服從大家都是交換下一代的孩子 有一些我們的那個 族裡面的一些公主 就嫁過去他們日本當媳婦 那有一些他們日本的王族的 一些女孩子就嫁來我們台灣 那個原住民這邊當媳婦 所以我們是貴族通婚 我們台灣人1895年到1915年 這段時間是藉由貴族通婚的模式 跟大日本帝國的皇室結合 那我們 我們被攻擊這個 他講我們是雜種 我們是非常不服氣的 其實他們中國人才是雜種 我必須要講這一點 然後再來這部憲法 也被稱為民治憲法 或者是帝國憲法 或者是戰權憲法 值得注意的是 儘管這部憲法的名稱 帶有大日本帝國 但是當初的日本正式國號 是到昭和11年1936年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台灣被行憲之前 才正式統一稱為大日本帝國 那我們這部憲法 因為我們一些資源有限 我就希望大家回去的時候 有空可以看看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部憲法到現在沒有死亡 沒有被廢除 只是目前在台灣的行憲機關 台灣總督府被解散之後 他沒有辦法行憲 他沒有辦法暫時 失去他的行憲能力 不代表他不存在 這部憲法還是存在的 而且日本國的憲法是按照大日本帝國 修憲而來 一個國家還存在嗎 還存在 因為他是修憲而來 不是自憲而來 這一本 我們大日本帝國憲法 一共有7章76條 農中76條 不多啦文字不多 那我這邊有放兩張圖片 要跟各位講的一個觀念 就是 就是 帝國憲法本文 就是帝國憲法本文 就是帝國憲法本文 是人民 管理人民的 類似一個自治公約 那個天皇有沒有在 憲法本文上面簽署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的位階高於憲法 高於憲法 明治 明治天皇他自己另外寫了一份 憲法造書 讓帝國憲法有效實施 就是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皇帝的造書的那個法律地位 比大日本帝國的憲法還要高 大家聽得懂嗎 我再重複一次 明治天皇寫了一份造書 讓大日本帝國的憲法實施 所以我們的造書 天皇的造書 比憲法位階還要高 大家可以接受這個觀點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在1945年4月1號 在那個天皇 他的那個有很多人在攻擊說 我們台灣皇民化沒有實施憲法 沒有有效實施憲法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我們旁邊那邊有那個 那個昭和天皇的那個造書的臨摹 天皇用造書讓台灣人 能夠比照內地延伸 視同為憲法延伸之地 那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 因為不需要寫在憲法上 他的位階還高於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所以我們必須宣稱 1945年昭和天皇的那一份造書 讓台灣人擁有宣戰權 擁有參戰權還有參政權 是有效的條約 那個日本國 日本國他們有去查證這一點 那一份造書沒有被廢除 到現在還是有效 所以我們到現在 我們台灣人 在在1945年的四月燦營 天皇教書斑保了後 我們台灣人擁有參戰權 還有參政權 我們就是大日本帝國的皇民 不是日本國的國民而已 是皇民 是皇民身份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一共有七個章節 第一個章節就是講的就是天皇 天皇的定義 第一章的第一條講的是天皇的主權 第一章的第四條是講的是天皇的統治大權 第一章的第十一條是講的是天皇的統帥大權 這有沒有什麼分別 這就是主權的所有權 第一個就是主權的所有權 第四條就是主權的管理權 那第十一條就是說 戰爭時候的天皇擁有最大權力 所以我們在大日本帝國的憲法的架構裡面 天皇是絕對君主制 他雖然是那個君主立憲 他還是絕對君主制 天皇擁有所有的權力 只有一個東西他沒有 什麼什麼東西大家知道的舉手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你可能聽到我的講話 天皇擁有一切的權利 天皇可以 可以要求做很多事情 只有一個東西他沒有 錢 錢 如果你要宣戰的話 那個帝國議會 必須要經過帝國議會人民的意志 就是決定給天皇 執行這一筆的費用 那個預算要通過 天皇才有錢 拿這筆錢去給海軍 或者去給陸軍 去向某一個國家去宣戰 所以天皇擁有所有絕對的權利 可是錢是人民給的 人民給的 所以人民擁有帝國議會 第三章就講帝國議會 那第二章就是講 臣民的權利跟義務的關係 人民擁有什麼樣的權利跟義務 這邊都有寫到 他有很多的自由 大日本帝國的時代 我們就擁有這麼多的權利 那第四章是講的是 那個國務大臣及疏密顧問 這個建制都現在目前都還在 那第五章講的是司法 就是那個裁判所 那個裁判大裁判官 在第六章是講的是會計制度 第七章是講的是補責 補責包括說國家領土擴張的時候 或者是縮減的時候 他的一些程序 他的程序 那我們從那個大日本帝國的 那個 舊憲法 舊憲法的 按照那個第73條 他就是在補責的部分 日本國就是按照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第73條 修憲 成為新的日本國的憲法 所以大日本帝國憲法還存不存在 還存不存在 存在 如果他不存在的 大日本帝國如果不存在的 日本國的憲法立法依據就不見了 所以大日本帝國到現在還在喔 那我要問各位 大日本帝國憲法如果還在的話 那大日本帝國有沒有消失 沒有消失 所以我這一集的課我要花很多時間 要跟大家講 什麼是日本 那日本有幾個日本 要讓大家知道這一點 這很重要 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73條的修改 與現行法律制度的關係 現行的法律制度 是日本國的憲法的關係 日本國 他的英文名稱 大家可以去查證 他的英文名稱叫做Japan 不是The Empire of Japan 沒感覺到 大英國寫 是不是英國 不是 英國是大英國寫的54個國家裡面的 其中一個國家 沒有規定一個皇帝可以擁有幾個國家喔 英女皇擁有54個國家 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洲 包括紐西蘭 包括 那個現在的最近他們那個伊麗莎白女皇的那個 最近60週年 他那個即位60週年的慶典 他們叫做那個鑽席 鑽席 他叫印度皇帝為什麼 因為印度就是在那個時間 歸類到大英國寫裡面來的 包括印度的主權也是效忠 英女皇 沒有規定一個皇權 皇權就是主權 一個主權底下可以分成幾個國家 這個要跟各位分享的 所以日本國的憲法是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 日本的第73條 就憲法的規定 修改程序得到全面修改 那日本國憲法是在1946年的11月3號公佈的 大家要記得要注意這個時間點 1946年還沒有他已經戰敗 可是有沒有簽訂就這樣和平條約了 有沒有沒有 就這樣和平條約 就是大家另外一份文件給各位看的 那是在1952年的時候簽訂的 大家看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這很重要 我要讓大家知道日本是什麼日本 那台灣又是什麼台灣 根據在他的那個憲法的本文裡面 他就寫著 根據日本國憲法第98條第一項規定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前提成的法令 如果與現行的新憲法相違背的內容 跟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失效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違反新憲法的內容 舊憲法還有舊有的法令 在日本國的憲法實施之後 依然有效 所以我們在新憲法的本文的第一章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日本國是按照大日本帝國 第73條 修正程序修正而來的 那大日本帝國憲法沒有消失 這在新憲法上面也有助記 我們台灣人在說 有這句話在說 形容這個體責 我相信很多的先輩 我們看五歲的先輩會聽到這個 心勒無悉 古勒無悉 心的 如果沒有去違反到舊的憲法的話 那舊有的法令 舊有的習俗 舊有的一些習慣 舊有的法條 全部都還是有效的 心舊相衝突的時候 以心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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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稍微一點修圖 不然沒電那樣 那邊幫我切換一下好了 那那個電腦那邊幫我切換 這個 這個 有了 謝謝 再來介紹日本國的憲法 日本國的憲法 對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要跟各位講清楚 知道就好了 不需要去研讀 我們要研讀的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大日本帝國憲法 讓台灣加入大日本帝國 而不是加入 現在已經修憲出去的日本國 正基於日本國總體名譽 和新日本的建設基礎上 那寫了一大堆 然後按照大日本 經由大日本帝國 這是憲法 這是讓新憲法成立的造書 就是昭和天皇的最後一份 那個對憲法實施的最後一道文件 經由大日本帝國憲法第73條規定 由帝國議會表決 所以他有把這個程序通通都有寫出來 批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在此公布 然後簽上 獄人天皇的名字 然後蓋上那個玉璽 那下面是 那個所有的大臣的簽名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按照 剛剛大家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日本國的新憲法的那個前言 這個是日本國新憲法的造書 它上面是寫著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新憲法是經由舊憲法修正而得 那王國才需要 才需要自憲 日本 新日本它不是自憲而來的 它是修憲而來的 表示大日本帝國沒有王國 這個是在昭和21年 就是1946年的11月3號所簽署的 然後日本國的新憲法一共有11張 有103條 我們等於舊憲法是7張 7張76條 那新憲法跟舊憲法差異在哪裡 差異在修憲後的日本國憲法 重點在於 第9條的放棄宣戰權 還有增列西方普世價值的自由平等觀念 還有男女平權 這個是大日本帝國上面沒有 當初沒有給女性的一個權利 在這個新憲法上面有實施 那我們如果說 以後我們台灣這邊回歸到憲法體制 大日本帝國憲法體制的時候 要不要讓女生有權利 當然要 為什麼 因為台灣 除了說要追得上那個整個時代的演變以外 我們台灣原本是母系社會 很多原住民都是母系社會 包括阿美族 現在還是母系社會 台灣人其實什麼 其實沒有台灣人存在 是平埔族 平埔族是什麼字 也是母系社會 所以老實說應該是要母系社會 應該找個人來做頭到 是我們男生出來 所以我們以後 拿了大日本帝國憲法 要來藉由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正 按照73條的修正架構 修正台灣基本法 跟現在的日本國憲法 同等 在大日本帝國的憲法裡面 的架構裡面沒有規定說 天皇可以擁有幾個政府 甚至連那個澳洲跟加拿大 那麼大一塊都是效忠英女皇的 所以沒有規定說一個皇權體下 可以有幾個國家 那我們以後也要來參照這個最新的 不然你如果只拿旧的憲法 來直接使用 我們女性同性大家可能會先造反 會先造反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點 我們由剛剛的一些簡介 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個整個架構 這個儀貼稍微叫糟金去 有辦法條件嗎 沒有辦法條件 我給各位介紹沒關係 1890年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這是按照年表 按照年表下來排 從古道經排列下來的 這程序很重要 我要藉由這一個章節 讓大家知道 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日本是什麼日本 再來1895年藉由下官條約 就是大家手上的馬官條約 台澎群島永久割讓於大日本天皇 大家可以看到 馬官條約上面 除了說台灣以外還有澎湖 甚至澎湖在第二款的第三條 它上面還有寫說 英國隔離泥製 東京 百九十度起至百二十度子 還有北緯 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的島嶼 它連那個在1895年的時代 百幾年前 日本就已經知道使用全球定位的方式去 定位我們的島嶼 我們的島嶼 我們的島嶼也不會走來走去 會 可能會因為地殼變動會移動一點點 不會跑太多 所以那個時間點 日本人已經很深淨了 日本他們有接受文藝復興時代的洗禮 那是心靈改革 包括藝術 所以日本時代 我們很多台灣的人 脫離開原始生活之後 那我們去日本留學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藝術家 也有音樂家 很多 他們還有接受工業革命 亞洲只有大日本帝國有接受工業革命的洗禮 那接受工業革命的洗禮 讓我們台灣人 他接受台灣之後在台灣做建設 做教育 讓台灣人脫離野蠻 給台灣人最先進的技術 給台灣人最先進的世界觀 給台灣人最先進的最好的 那種心靈的沉浸 就是文藝復興時代 你像我們的 丹青鵬 嘉義那裡有一個救命的 參加地展 台灣第一個參加地展的一個藝術家 他後來也有去學習很多的 藝術方面的資料 那在日本拜了四個師傅 拜四個師傅 然後他全部 那四個師傅的畫風都已經全部超越 結果 叫國民黨 在台灣依依拜的時候 把牽涉掉 把牽涉掉 那是對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人的孫行 也不是台日本的孫行 是我們亞洲人的孫行 他的畫風 我去看過 最近有一個創架協會 在台北那裡有一個創架協會 有在辦一些電影 大家如果有拍的時候 他們會再辦 大家去看一下陳陳波的畫展 從他小時候 到他學習時代 到他成年時代 到他超越他老師的那個筆觸 還有他的那個藝術感 他甚至已經超越了泛骨 他有去學很多 他如果你看到他的畫 他的畫 他的畫畫都會噴噴 他的畫風 他用W形的那種畫技 他有辦法把那個 一棵樹明明 但那個度面上是 白 他在眼睛視覺上看起來 那棵樹會飄 會動 會動 立體畫法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時候 可以去看 純粹幫你們做個功告 因為創架協會 我們很多的 那個學員也是 從創架學員那邊過來的 當然我不是 我是跟他講過 大家可以去看陳陳波 很不甘 那是我們 台灣人 跟亞洲人的 很大的孫心 再來 1995年 西萊安 到那個1915年的西萊安事件 日本 足足花了20年的時間 跟台灣人通婚 他尤其最喜歡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他們擁有他們的 那個部落的權利 然後經由通婚 互相交換孩子 互相交換孩子 所以很多的皇室 現在日本很多的皇室 都還有王族 他們都擁有我們台灣原住民的血統 那我們台灣人 的原住民的血統很多也 也有來自於日本的血統 那我們在台灣被人家稱為是 是雜種 在大日本帝國 他們現在還是保留那個王族 其實你們是王族 那我們的原住民是皇族 是大日本帝國皇族 不要自己把自己輕視 我們是 我們雖然比較六百 因為我們所有的土地 我們的錢 讓人四萬換一塊 土地讓人家稱讚 他們中國國民黨從 那個中國那邊過來管理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帶土地 沒有帶土地 那他們土地怎麼來的 直接把我們搶過去 直接說化成那個什麼國有地 他們有帶土地過來嗎 土地能夠帶得過來嗎 帶不過來 結果他搶了我們土地 然後把我們驅逐 然後不然就是讓我們 留在那個很危險的山坡地帶 讓土石流 然後在那個山上做大肆的開發 讓土石流直接把我們台灣的貴族消滅 他其實不是在消滅原住民 他在消滅大日本帝國在台灣 台灣的血緣 這要跟大家講清楚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回去的時候你們一定要跟你們 族人講 我們不是雜種 我們是跟大日本帝國王室一樣的 貴族 我們是貴族 所以他花了20年的時間 有一些遇到那個戰爭狀態 有的人不服氣 會打仗 一共前前後後打了20年 那這20年間 日本人殺了多少台灣人 2萬多 2萬多一點點 2萬多人 2萬多人 然後我們被國民黨的教育 教育說 日本人在我們台灣大肆屠殺 他非常的虧待我們台灣人 其實他20年確實殺了2萬多人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228的時候 他的21軍 劉宇清師長開過來的時候 開過來之後 他8天的時間 八更的時間 一共殺掉我們台灣人15萬人 他八更給我們台15萬 結果你說我們做日本人 20年台2萬人 說他們 他們比較和平就對了 國民黨比較和平 我們從數據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八天可以殺掉15萬人 所以劉宇清本來是一個師長 不然該做軍長 為什麼 軍比較大 軍長比較大 因為他來台灣 殺手無寸鐵的那個台灣人 把那個軍車 把他架上那個機關槍 架上那個榴彈炮 直接開往阿里山上去 直接打誰 第一個是打誰 原住民第一個被打的就是周族 所以周族人數很少 人數原本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有五大部落 現在剩下三個 我們可以 大家有些年輕人 你們可以去查詢一下周族 他們在維基百科上面有寫一個 20世紀的二級 導致他們的那個兩個部落 那個組長沒有後世 所以導致那個 那個部落消滅 部落會消滅嗎 20世紀哪來的二級 沒有沒有二級 就是21軍 劉宇清開上去搭幫 直接屠殺原住民 為什麼他們要屠殺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是台灣 原本這塊土地的真正主人 可是他們沒有建置主權 那個主人跟主權不一樣 所有權是 有14個 那個高山原住民 那個我們拼不住共有的 所以他們要把我們殺光 把我們持有那個土地權壯的人殺光 這樣他們就可以來這裡 殖民 他們叫殖民 所以在1895年到1915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經由 比較難聽的叫做文公武後 比較好聽的就是真的是有通分 經由貴族通分還有那個 少數的部落戰爭 征服全台 這個就是台灣的 那個大日本帝國接收台灣的時候的 軍政時期 我們大家有受過教育的人知道 在那個高中的軍訓的時候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建制 必須要一個軍政時期 一個訓政時期 一個憲政時期 一個憲政時期 我這個年表就是要跟大家講 這20年就是軍政時期 他還沒收復整個台灣 等到1915年 打巴尼死竟 打巴尼就是獄情獄戰的死竟 與情方事件之後 整個台灣就被他收復了 大家都服氣了 為什麼服氣了 他兒子 他兒子就是我 他兒子 我兒子是他的媳婦 是日本皇帝的媳婦 這樣 大家有開心感到嗎 大家已經開心感到嗎 不然已經開心感到 不打了 所以軍政時期到1915年的西來灣事件 就沒有了 到了1915年到1945年 這段時間 是台澎群島皇民化 他給我們訓政時期 給我們教育 讓我們學日本學 讓我們學童心的 做工業革命之後的技術 所以我們很多醫生 台灣醫生 日本時代很多醫生很有名 包括在亞洲都很有名 我們現在台灣還有一個 台灣醫師 那個台灣醫師公會 有的是吳國籍醫師 有的在陸主會 那些是從日本時代 就已經延伸到台灣來 因為我們台灣人 有的人比較有錢 比較好的 比較好過 給孩子去做醫生 做醫生 不是為了賺錢 不是像現在醫生為了賺錢 他們是真的是在奉獻 都在奉獻 所以像陸主會 六個會 台灣醫師公會 他們在日本時代 就在記住 整個東南亞的免費 都抑診 都走去一些更好的部落 更好的國家 去跟他們抑診 所以我們台灣人是在 在日本訓政時代的時候 開始接觸他們 日本人給我們台灣人的醫術 包括我們的醫生 很多都去那邊 他們派很多工程師 來台灣建設台灣 來 來 讓我們有水口 把我們建設水口 八田與一 八田由一級 然後很多的工程師 跟那個我們以前 總統府賓 台北市政府 現在台北市那裡 那個地下水道什麼做的 你知道嗎 豪龍斌做的嗎 還是單水斌做的 還是馬英九做的 都不是 日本人做的 日本人做的 日本人 很多的國家 他來建設 甚至有的建設還比 日本本土的還要好 所以我們很多 你像那裡做 現在的台灣 現在的總統府 以前是台灣總督府 那架構是 那個建築體 是日本時代建築的 那是日本人去的 然後 葛燦營監察院 那個很漂亮 巴洛克市的那個門 很漂亮 那個也是日本時代建築的 那不是國民黨 國民黨來這裡沒有建設 他要去白樓 要剪裁而已 因為這剪裁而已 所以這段時間 在天空教書 斑布說 讓我們變成皇民 讓我們變成皇民之前 這段時間叫做 訓政時期 訓政時期的目的就是 在教化教育台灣人 給台灣人 擁有先進的技術 還有改變我們的心靈 還有改變我們的文化 我們在1895年之前 有兩個事件 讓全世界都認為說 我們台灣人是野蠻民族 是野蠻落後的國家 不是國家 算是一個地區 跟菲律賓一樣 菲律賓他們那時候也會出草 我們原住民 更早之前會出草 會把人家的頭拿下來 拿回去當朋友 確實 那個在1876年的時候 那個牡丹社事件 還有一個叫做 藍甲之盟的遊歷者號事件的時候 我們從這兩個世界 我們也看得出來 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中國當初在台灣殖民的時候 他完全都沒有為台灣人而戰 而且他在 他在那個正式的那個 國家 國際之間的來往的時候 他寫著 清翻 升翻祭我於化外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裁之 因為他們 一些琉球的 牡丹社事件是 琉球的一些漁民 因為颱風的關係 漂流到我們牡丹社外海 被我們的人給他出草 跟青人搶劫 沒關係我們是海盜 沒有文化 因為清帝國 占領台灣 來這邊收稅金 來這邊那個收鹿皮 以前都會收禄皮 因為我們台灣 褲子的皮很硬 那可以當戰甲 被清帝國人拿走 他來台灣管了兩百 兩百三十一年 兩百三十一年 有沒有教化台灣人 有沒有給台灣人 那個脫離野蠻的那種生活 有沒有建設台灣 通通沒有 甚至也不願意為台灣人而戰 在牡丹社事件 對日本 在那個南甲之盟事件 那個南甲之盟紀念碑 現在還在屏東的出火 那以前是排灣族的 跟排灣族打了一個 叫做南甲之盟國際條約 所以當初的美國 也是把排灣族當成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國家 在這兩個事件 清帝國的總理衙門 他寫了 他的大臣叫做毛廠西 毛廠西 他寫了 身番據我於話外 法與不法為貴國制裁之 意思就是怎樣 台灣人那些是清帝 那不像我台青帝國在管 不屬於我清帝國所管 你們要打他你們自己去打 你們打就好了 不用經過我 不用我同意也不用我教授 我也不願意賠償 所以清帝國 我們一直說 那個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他一直說 我們台灣人就是 中國人 是嗎 他們台灣人 他們中國人有曾經有把我們 為台灣人而戰嗎 有沒有 沒有 他在國際條約 他在國際事件裡面 把台灣人 白紙黑字放棄了 所以全世界都認定 台灣這塊土地是無主權之地 在1895年之前 是無主權之地 那下官條約之後 交割給大日本帝國 所以大日本帝國 讓我們台灣人 變成皇民 經過軍政訓政時代 讓我們變成皇民 甚至還做了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每個人都是天皇的財產 你們大家都是大日本帝國的一份主 所以要把你們造冊嗎 要 為什麼要造冊 因為你們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資產 每個人都是 都是需要被尊重 需要被重視 所以他們一個一個把你登錄下來 一個國民有事情 就是整個國家要去處理 就像現在美國一樣 美國如果說有一個登山客 在某一個國家 去外面推銷 結果被困在山裡面 美國會不會派軍隊過去救他 就只有一個人 然後又很危險的地方 會不會去救他 會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人 他是美國的很重要的資產 所以美國他們那邊也有把它登錄下來 那大日本帝國有沒有給我們造冊 造那個戶籍成本 有 所以我們現在拿得到 這一份那個 那個台灣 台灣身份證 這個要用你 你像我 我帶我阿公 我兩個阿公 兩個阿嬤 會給這個資本 日本時代 就在台灣 我們就是鄉民 會怕孫 才拿到這張 我總總用四分的那個 這個戶籍成本 才換到一張 會好嗎 很會好 因為我用這張我講 我不是 中國人 我是台日本帝國的人 我如果說我阿嬤是台日本帝國的人 我是怎麼比中國人 這很奇怪 戰爭不能轉移主權 如果戰爭可以轉移主權的話 那請問一下 美國藉由戰爭打敗日本 有沒有把日本變成美國 沒有 美國藉由戰爭 佔領伊拉克 有沒有把伊拉克變成美國 沒有 美國藉由戰爭打敗阿富汗 有沒有把阿富汗變成美國 沒有 那哪裡有 完全沒有 包括台灣都沒有 他有一天要還給我們 自治權 因為戰爭不能轉移主權 那為什麼到現在還不還 到現在已經都六十幾年了 為什麼還不還 我跟各位講 因為大日本帝國戰敗之後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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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土地好刮 沒有殖民地 當初還有殖民地的地方是哪裡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北越 包括北越 那都是 大日本帝國的軍事佔領區 那只是佔領區有沒有 沒有開始 拓肯 開始在拓肯 不然 在軍政時期 被收復回去 那都不算殖民地 那大日本帝國沒有殖民地 可以隔浪怎麼辦 然後整個大日本帝國 包括現在日本國 包括更早之前的台灣 都沒有礦產 只有零產 只有台灣有一些 有一些林木 原始林木 很珍貴的林木 這有夠佩人 美國人的戰爭在 沒有辦法賠 沒有辦法賠怎麼辦 人民當奴隸當99年 我們要去做美國人的路財 做高財到年 我們藉由 那個 那個有一些狀況 跟各位講 在憲法的架構裡面 主權包括什麼 包括土地 還有包括什麼 人民 對不對 所以清帝國當初 跟那個英國 法國英法聯軍的時候 割讓 有沒有割讓不是割讓 那叫租 租那個香港 租澳門 租多久 99年 為什麼99年 因為國際慣例 最多的合約只能99年 不可以超過一百年 那台灣人呢 台灣人屬不屬於主權之義 因為主權不能 那個土地不能夠轉移 那人民要不要來當奴隸 要吧 所以人民就當奴隸99年 那還好 林志森林博士 我們控美安的一些前輩 那去告美國 你違反人權 違反人權 因為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人沒有自己的政府 那我們沒有被當成人看 台灣人的地位 國際地位 如果不是我們那個控美安 那個台灣民政府的控美安團隊去告的話 他必須要99年 那到現在還很久 那我們在60 61年的時候開始去告他 60年 那我們一共提早了38年 不然怎麼繼續做路 做38年 我們都要看得到 很可能 沒辦法改團 立戰爭戰是應該的 因為打死48萬的美國人 白人應該的 那我們有沒有去殺中華民國的人 那中華民國那個人 那百幾萬的人民 來這裡已經成本到200萬了 那個人來這裡 台灣不在納稅金 怎麼在納稅金 沒有 沒有納稅金 你們怎麼給他養多久 養一四行 他到退休的時候 都還有那個人做農民的那個津貼 在那裡水電辦借 很好康的 小孩子突出加分 那小孩子就 兩公兩公還加20% 跟我們扣 我們扣80分就100分了 我們扣100分獄 不然這樣 他娶婆 他娶太太 中國的農民 他們說農民 我們說難民 他們難民來台灣 我們把他娶到死就算了 現在有的那八十幾歲 回去娶那個二十幾歲的太太 你知道為了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農民如果死了之後 台灣人 那個他的太太 那個農民的太太 還可以領 農民 那個活在世上的時候 的一半的錢 還可以拿一半錢 還可以拿一半錢 所以他回去 帶什麼你知道嗎 帶他自己的孫子 叫他故宮 叫他節宮 帶來台灣幾十幾歲 他可以領到死的 你們台灣人要做多久的路 你們台灣人要做多久的路 那些人都不要在家賣水金 你會記住說 我們這裡都很多先輩 一些年輕的可能 比較不會看過 我們大家都看過一個東西 你知道豬嗎 豬肉 豬肉 那以前的豬肉 上面 陷阱 對不對 那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水金 對 那什麼水 土宰稅 你知道嗎 稅率多高嗎 現在的軍團到這裡 全部都75% 一隻豬 養大了之後 要給他75%的稅金 你去賣100塊75塊 他拿去 你存25塊 存什麼 存骨頭 如果他那隻養豬的 人家說水熟 你養豬豬 你吃一水而已 另外三水去 都有人去吃 你們有看到那個豬肉嗎 大家有印象 我們以前的豬肉 都花花綠綠的 何老師他說 我們台灣的豬肉 上面都有紋身 好厲害 可能都是流氓 台灣的豬都是流氓 何老師告訴我 我沒有告訴我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難民在台灣 得到有多大的利益 還有健保制度 昨天林志正林博士 有講到健保制度 中國人來台灣怎麼樣 怎麼樣 不用繳稅金 然後跑去榮民醫院 看病要不要錢 不用錢 結果他的親戚朋友在哪裡 在中國 然後中國那邊 只要打一個電話過來 小三通 通油通商通行 在台灣的榮民醫院去看醫 去看醫生他沒有病 他去醫院那邊拿藥 寄過去中國 一箱一箱的劑耶 沒有病也去看啊 所以台灣人的健保制度 是2000萬的稅基 再養17億的人口 你們台灣人有多可憐啊 是亡國奴的奴隸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做這件事 就是為了這個來的 因為這都不公平 我們如果沒有去來扔 年紀 我們的子孫一樣 再來養 養的人有幫你感謝嗎 沒有 他們說是高級的 他們是高級的 我們不是高級的 說我們的 真正的主人說他是 什麼雜種 他們才是雜種 再來 1945年的4月1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造書 讓台澎群島人 擁有參政權 參政權一共有八個代表 一共參議院上議院有三個 貴族院有三個 那在眾議院裡面有五個 有五個代表 那參政權的代表是誰 我說給大家聽 他就是張豐旭 他們爸爸叫張三中 當初1945年4月1號 他去天皇抓一支五四刀 天皇 他那個五四刀比較特別 跟一般軍校拿到的不一樣 那有舉文 表示天皇讓你擁有 參戰權 你是皇軍 你們是皇軍 不是日本的國民軍而已 所以我們對 1945年4月1號 那個天皇造書 讓我們台灣變成內地延伸 這個很重要 除了 這個還有在憲法上還有一個意義喔 我們以前台灣總督是誰人認命的 在1945年4月1號進行 殖民地誰認命的你知道嗎 日本天皇對 這個神拜講了對 實施憲法之後 台灣總督是誰認命的 因為你是實施憲法 是視同內地延伸 那日本國內閣 是不是憲法機關 那日本首相是不是就可以任命台灣的總督 對 這個很重要 重要在哪裡 就是我們的就是和平條文上面的文字 我要跟各位介紹 時間的問題 我講得快 我怕會不會有 所以4月1號之前 台灣總督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所任命 1945年4月1號之後 天皇不任命台灣總督了 就改由大日本帝國的內閣 按照憲法的架構 他可以任命台灣 因為台灣就是日本 台灣就是日本 就是這樣 再來我們1945年的8月10號 大日本帝國投降 美國軍事占領三個地方 他派了三個軍事政府 其實是所有的地方 整個大日本帝國全部都被占領了 那他設了三個 主要在我們這邊設了三個軍事政府 一個是占領日本 一個是占領琉球 一個是占領台澎群島 那台澎群島是經由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由蔣介石代管 大家知道麥克阿瑟一號命令嗎 知道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只是讓蔣介石代管 有沒有說要送給蔣介石 對啊 如果沒有 禁食的代管而已 禁食而已 暫時代管而已 如果說 他是經由麥克阿瑟一號 送給蔣介石 第一個麥克阿瑟有管理嗎 沒有管理 第2個 你讓美國人的兵 去打台日本帝國 拿到的土地去送給一個白山車 你麥克阿瑟回去 打死刑 他怎麼打死刑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沒有交給他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 講的一些白菜圍 我們現在這樣 全國留過一次 你會覺得國民黨跟我們騙很多 我們台灣人 實在沒有去想太多 一直讓壓制 哪有講事實的人 會怎麼樣 以前白色恐怖的時候 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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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不敢說 一些先拜 他們反省這個比較有話 先拜他們都會知道 他們都知道真正的事 可是你們敢講嗎 不敢講 為什麼 他在台灣實施38年的 長達38年的 戒嚴 38年幾台人 兩台人 已經斷了兩代人的那個資料 那個 所以我們台灣人都知道的人不敢講 那不知道的人也不知道啦 就變成這樣 所以1945年10月25號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這是大日本帝國的行憲機關 被蔣介石 蔣政權解散 他們說到台灣光復 10月25號 10月20日 10月20日 台灣光復啦 在1946年的年初 日本國政體草擬修憲 大日本帝國 天皇 尋姓 日本國政體 親自就地踏勘 日本國政體領土範圍 大家看你們 阿祖我向各位的 手上的馬關條約 你們看到就地踏勘嗎 有看到嗎 就地踏勘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親身來 這個地方 班教掛 所以馬關條約 除了在文字上面的交割以外 有沒有派人去 親自去 就地踏勘 有 包括那個釣魚台 都是我們的 釣魚台是馬關條約 的時候切割的 所以我們在馬關條約 會做那個 那個 後面這裡可以看到 他們交割 是一個就地踏勘的人 一個叫做李經芳 就是李鋒長的兒子 另外一個就是陸奧中光 他們兩個去就地踏勘 然後確定 確實去隔勘 那大家可以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那天皇要跟誰交割 天皇跟天皇自己交割 哪兩個天皇交割 天皇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日本國 新憲法的二維君主制的天皇 一個是大日本帝國絕對君主制的天皇 雖然你們很多人 可是在法律上 是不同一個人 所以他只有一個人去全國走偷偷 全國走偷偷 這個有 這個在法律上是有定義的 這真的要去走偷偷 不然我們收復領土也要去走偷偷 不可以說 那是我的土地化的就是這樣 要真的去走 不然去那裡 擠個小手也好 那個 環境要去那裡留下紀念物 要去那裡留下紀念物 所以天皇 在1946年配合戰敗的日本國 他要脫離大日本帝國 所以他自己跑去走偷偷 為什麼不派人 為什麼不派人 因為第一個 修憲後的日本國 他沒有效忠天皇 所以他不能夠派日本國的官 去幫他做事情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大日本帝國 全部都還在戰敗中 全部的官全部都被壓制中 有沒有官可以派 沒有官可以派了 沒官好派 老闆要自己來不 今天我們如果說 這工作要百公 老闆說不要啦不要百公 那些人官要出貨有事情 結果所有人都百公 老闆要自己做 老闆跟老闆年早自己做工作 要不要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百公 我們不是百公 我們是因為戰敗 我們是因為戰敗 所以天皇自己去就地他坎 自己跟自己交割 不是自己跟自己 是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跟日本國的二維君主天皇交割 日本國的政體領土 比照馬關條約的就地他坎 程序都一樣喔 這個也是國際法的程序 他怎麼拿到的程序 他怎麼拿到的程序 他就是怎麼拿到的交割程序 都做一定 都一樣的 所以 天皇跟天皇交割 這大家可以去查證 包括透過媒體 那個我們網路媒體 那個 歡迎各個台派 你們可以去查查看 天皇有沒有去尋釋 你們常常在說說 日本放棄台灣 日本是當時去放棄台灣 1945年的4月1號 讓台灣人變成日本人 然後1946年的10月1號 日本脫離大日本帝國 天皇就替他坎 日本脫離開大日本帝國 那在1952年的 日本國總理吉田茂 他是大日本帝國的總理嗎 還是日本國的總理 日本國的總理 對 沒有錯 就好像 加拿大的總督 他可以 直接說 我去跟人家玩家玩玩的之後 結果我來割讓那個英國 可以嗎 不行 他只能夠 停止他自己 全裡面一天 可以處理 加拿大自己的 所在的東西 可比我和先輩兩個小情 結果我情緒 我可以說 我欠你的錢 我來請另外一個先輩給我 可以嗎 不可以 沒有這回事因為 我是跟他打架 是我們兩個關係 那當初大日本帝國 他在1946年 已經讓日本國脫離出去 那他怎麼會有大日本帝國的權限 沒有 而且他法律還有一個 屬地 所以我們在台灣 我們不會去用美國的憲法 在美國也不會去用日本的憲法 日本才會去用加拿大的憲法 會不會 不會 所以法律是有那個屬地主義的 就是 對這個地方是什麼人才有什麼人的管理 可比我家 我的兒子 要聽我的話 還是會聽先輩的話 不會 會聽我的話 因為那是我的兒子 這是一個屬權 所以在1946年年初 日本國政體草泥修仙 這剛才說過 1946年的10月3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簽署 同意日本國修仙架構 剛才大家有看到天皇造書的華文版 大家可以去查證看看 我講 講不懂 這很多 台灣的很多教授 他都沒有搞懂這一點 他們 切砸一半 都割一半 都割到很差 所以我們大家知道 當初在 1952年4月28號簽署 就在和平條約生效的那一個總理 是日本國總理 所以大家可以看英文版 我特別加印英文版給各位 你可以看英文版上面的JAPAN 是JAPAN還是安排的JAPAN 有沒有寫到天皇 沒有 在你手頭而已 你可以看 所以 究竟那和平條約是誰跟誰簽的 是日本國 跟全世界簽的 簽完之後他還加入同盟國的那個 同盟方戰勝國的那個聯合國 那他對大日本帝國來講 他是什麼 叛國 他是背叛大日本帝國脫離出去 他背叛了誰 背叛了北方四島 背叛了台灣 背叛了琉球 甚至琉球 現在回歸到日本國 有沒有合法 沒有 因為 日本 因為琉球他是在大日本帝國 憲法架構裡面 他不是在 現在的日本國的憲法架構裡面 沒有 他現在是被誰托管 是被聯合國的日本國托管 日本國現在是壓制 大日本帝國天皇 還有壓制大日本帝國流球群島的 一個 戰勝方的一個 處理的一個執行者 所以我們台灣人 之前有人去告說 我是日本人 我媽媽是日本人 我爸爸是日本人 為什麼 你怎麼會把我 賣法日本的國籍 他 拜託跟你說 拜託 日本已經不是日本了 日本已經背叛大日本帝國了 你們的國籍都是大日本帝國 不是日本國 對不對 所以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冠英就在這裡 所以大家要清楚 這就是中國那邊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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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研究這個 有人在研究這個 最近都說了 我們台灣是他們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在這裡說話 是他們不敢說 他們說了核心利益 不敢講神聖不可分割 不敢講了 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了 因為我們清楚了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而且我們台灣人 是大日本帝國的豐民 再來繼續說 他們時間的關係 說得快 再來在 1946年的10月3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簽署同意的 然後脫離 日本國 脫離大日本帝國政體 沒有包括 台澎群島 也沒有包括琉球 也沒有包括北方四島 所以北方四島 現在日本國跟 俄羅斯在那邊交涉 有沒有有用嗎 沒有用 那不是修憲後的日本國的 主權領土 那是大日本帝國的主權領土 所以我們 阿伯台灣 又帶天皇 討很多土地 天皇沒有踏勘台澎 好家宅 其實也不能說好家宅 好家宅是因為 因為 沒有踏勘台澎 沒有踏勘琼 所以他的 大陸地國又帶 如果他通通都去踏勘 全部都已經 沒辦法了 沒辦法套了 再來1949年的10月初 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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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美國佔領 的蔣介石 流亡 叫毛澤東把政變 然後他繼續用823炮戰 用一些舊口 說他一年準備 一些說他要回去反攻大陸 會記得我們一些先拜 你們的時間點 還在說反攻大陸 他們是要反攻大陸 是在說的誰聽 說的美國聽 他的意思是說 我這次我要 這次沾這丟臂無助 來這裡籌備物資 是為了要反攻大陸 我沒有要賴在這裡 結果事實上 他們有沒有賴在這裡 有賴在這裡不走了 沒有人家管 只有我們要管 我們自己人要管 因為我們要自己 做整個國家的意思出來 再來1952年 4月28 那個就是和平條約 日本國的吉田茂放棄 君主立憲制的大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的主權 大家手上都有 他在放棄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剛剛我有講過 1945年的4月1號 大日本帝國的總督 包括官制 已經變成日本大日本內閣 在派了對不對 台灣總督府 在1945年的10月25號 已經被瓦解了對不對 他日本國他不能在 那個合約上面 因為他白紙黑字 不能寫下已經不見的東西 那個1952年的4月28號 台灣總督府還在嗎 不在了 可是那個任命權還在不在 還在欸 那要不要做切割 因為那個是在日本國的政體裡面 所以他所放棄的台灣是指的是 台灣總督府的官制派任權 有沒有寫上天皇 有沒有寫上天皇 沒有 沒有 所以跟天皇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那反過來講 國民黨一直教育我們台灣人 仇日 當然這個必須要改變 可是 日本人老實說 對我們台灣人也不是說好到哪裡去 對不對 雖然20年他殺了2萬人 沒有殺國民黨那麼多 可是還是有殺 對不對 大家在心結上有一點放不開 對不對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上面 他已經光明正大 他已經不能派官來這邊 可是如果大日本帝國恢復之後 我們台灣人去做大日本帝國的首相 那他的官制我們可不可以派 可以 所以後面 很有可能我們台灣人去做大日本帝國的首相 那他那邊的首相 是由我們 大日本帝國的首相 來派 我們台灣人可不可以管日本 可以 按照法令可以 按照究竟我們條約 日本國可不可以再派台灣總督府的內閣 不行了 那這份條約 哪時候會 哪時候會不見 沒有沒有辦法不見 48個國家 46個國家簽署 不知條 已經生肖了 開心感染 他們不要再灌籃 所以我們台灣人可不可以自治 可以 所以台灣人常常在講說台灣獨立 其實台灣人對獨立 跟自治兩個字永遠搞不清楚 獨立是什麼 切割 獨立就是說 我沒有 你的名下的所有的財產我通通不要了 你可不可以說 我和我老伯子那間完結 完結到很厲害了 我跟他請說 後面我不要嫁成你的財產 你的需要我都不可以插你了 你的生死我也不可以插你了 你也不用插我 那叫做獨立 那如果說 叫我老伯子講 你知道嗎 講講的時候 我不可以插你了 只是這樣說不可以插你而已 有代表說我不願意繼承 沒有 所以這個還在 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 所以台日本帝國 安排到日本 只是戰敗 有沒有滅國 沒有滅國 大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戰敗被佔領著美國壓制 有沒有取消 沒有取消 如果取消的話 最明顯的 日本國的新憲法怎麼來 是按照舊憲法的73條修正而來的 對不對 他是母法 對不對 大日本帝國還是日本國現在的 新憲法的母法 是他的那個修憲案 是修憲案 那台澎群島 有沒有因為 任何的有效法律文件 包括救星山和平條約 而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有沒有 沒有 包括救星山和平條約 都不是大日本帝國簽的 而是修憲之後脫離大日本的日本 簽的喔 他只是放棄你台灣的總督府的官制派任權 他沒有放棄你台灣 而且 所有權杖在天皇的手中 你看看馬關條約 是在天皇手中 天皇有沒有簽署 沒有喔 所以那一份救戰和平條約 只有跟日本國 新憲法的區域裡面有效 所以 我們現在 美國共同黨 釣魚台是誰的 台灣的 也對喔 可是這個答案 不是很精確 阿非白人說 阿非白人說 釣魚台是日本的 對不對 不對喔 這個答案也是怪怪的 我要跟各位說 順便透過這個媒體 跟所有台灣的先拜講 釣魚台不管是琉球群島 還是台灣 台澎群島 都是在大日本帝國架構裡面的 大日本天皇的 那是台日本天皇的 那是天皇的 那是天皇的 小日本的 小日本是沒款的 他是托管架構 可是 因為美國佔領 美國委託 經由那個 那個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委託 蔣介石有沒有把 釣魚台順便委託給他代管 沒有 因為佔領權他可以分 可以分說 這邊給你管 那邊給我管 這地方都是大臣的問題 那邊給誰管 給聯合國的 日本國管 所以現在的釣魚台是 小日本 要說小日本 也不要說小日本 說日本國就好了 大家就知道 我們說到日本國的時候 就是說新的那個 在1946年 修憲成立的那個政體 他不是國家 他不是國家 他是一個政體而已 那他托管的架構裡面 可是行政區還是在我們台灣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行線機構 到現在還沒正式成立 可是已經有出行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美國說要求我們有4000的人 來接種 這裡可以讓我們有主題權 我們有主題權 我們這裡可以去伸張我們的 按照法律來伸張我們的所有的權利 包括主權 還有宣示權 天堂沒有宣示權 可是 不代表我們沒有宣示權 憲法是有那個 屬地主義義 在一個地方 犯法 你可比說有一個人 在美國的 一個州 美國有的州 有死刑 有的州沒有死刑 對不對 大家知道嗎 美國不是說 全國都是 統一都 犯什麼罪就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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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們各個州自己有自己的法律 你當這州 犯的州 的州 如果沒有死刑 去北裡州犯罪有死刑 這個大家要注意 那天堂 一樣的意思 天堂在日本國那邊沒有宣示權 有沒有說他在台灣沒有宣示權 沒有 有沒有說他在琉球群島沒有宣示權 沒有 因為琉球群島 不屬於新的日本國憲法所管 大家要清楚這點 所以 脫離大日本帝國的是日本國 他們為什麼要脫離 因為他們吃了兩顆原子彈 我們不可以說他們怎麼樣 吃了兩顆原子彈 全世界都同情他 大家都同情他 讓他提早能夠脫離那個占領 只要說你們自己管自己 自治 其實他們就是自治 日本政府是自治 他不是國 他也沒有說他是Japan country 沒有 他也是Japan而已 所以在 1972年的5月15日 琉球民政府因為帝國台澎群島 被占領無主權 只能夠加入日本國 加入日本國 不代表說他已經脫離 那個壓制喔 你知道琉球現在被誰壓制嗎 被誰 被日本國壓制 琉球被日本國壓制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日本國是 在聯合國戰勝方的日本國 一開始三個月 去跟美國買這個占領權 說這琉球 當初是 你們以前 1945年剛才那天 4月1號的時候 美國大兵 上琉球群島去跟 去跟上岸屠殺 來 屠殺包括男女老幼 為什麼 因為 日本人 他跟那個 磅修 你知道嗎 地質就是 有一個王 其他就是磅 就是瘋 嘛 天皇就是那個磅王 我們就是那個磅 我們就要磅 磅 磅有分 公風跟雄風 雄風就是有些在戰爭的 當你們美國 打到人的 做家裡來的時候 當路戰 男女老幼 只要有辦法幫你簽 就幫你簽了 那是這樣 所以我們去拉磅修 會聾什麼 會聾什麼 會聾公風跟雄風 和雄風 和雄風都幫你打 我們是這種架構 我們社會是這種架構 天皇是我們的一個王 他就是我們的象徵 就是我們的一個主權 他擁有我們所有人 我們大家批評 那個菲洛蒙之後 我們要就是效忠於他 就是效忠於他 那所以美國登陸戰的時候 殺掉三分之二的琉球人 所以琉球有沒有被人殺的很淒慘 有 被人帶到很淒慘 所以他比我們台灣人還要帶走 因為日本去哪裡 被判大日本帝國之後 說背叛實在比較堅重 因為他也是建牌這麼疲憊的 可以脫離那個 比漸狀的狀態 自己自製 那是再好不過 因為沒有其他的好方法 當然 不可以在日本 聽我說 之後自己在日本 日本他也是被壓制 他也是不得已的 只有先脫離開 再來想辦法 扣這些兄弟 去比較好的地方 現在問題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1972年的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 他才獲得自由 所以 就這樣和平條約 有沒有包括台灣 沒有 有沒有包括琉球 沒有 只有哪裡有效 日本國的憲法 新憲法的政體的架構 的那個領域裡面有效 那個領域裡面有效而已 所以 如果說 那個日本 那個救治單和平條約 有包括 有代表大日本帝國的話 那琉球是不是應該要跟他 同時獲得釋放 是 可是他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1972年的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才獲得釋放 所以 當初簽署救治單和平條約的 吉田茂 他是不是大日本帝國的首相 不是 他是日本國修新憲法之後的總理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但是日本帝國主要的政體 村隊 原本有三個政體 一個就是 台灣總統府 一個就是 劉球 的軍政府 一個就是 那個 那個日本的軍政府 有三個政體 現在早兩個出去了 全誰 全台灣民政府而已 所以 我們台灣民政府 目前是大日本帝國的主要政體 日本 琉球 北方四島 主島 新南群島 都是大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 我們跟他搶走回去 以前 中國都說 他什麼神聖不可分割 現在他不敢說 不過我跟他搶走回去 抱歉 日本 包括日本 包括流球 現在已經獲得自由了 包括北方四島 那都是我們 台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台澎群島 目前是大日本帝國的 唯一的副長 副長 副長有什麼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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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權 三兄弟 兩兄弟已經出去了 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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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銀行 副長 日本人更是日本人 尊重台日本帝國的豐民 到現在在政治很下跌 在退台日本帝國行政很多 到現在還沒遷出和平條約 我們到現在還沒切除 那我們現在要不要 我們現在家裡面後面發現大批石油 要不要坐下來談了 要 美國也在等著你談 他們當初我們談 那個大日本帝國殺掉他們48萬人 造成100多萬的那個傷害 他們有沒有賠 有賠耶 誰賠的 日本 那個美國 美國政府自己先發放的 美國人自己先賠自己 那美國政府要不要跟大日本帝國收 要啊 那些人 什麼人造成他們的師匠 爛的 所以 我們很多的靖國神社裡面 有拜很多人 有 台湾都有39,100個 我們日本時代的先拜在那裡 就讓日本人參拜 他們有拜美國人 有拜中國人 沒有 我們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有沒有在那裡 我們就是台日本帝國的方便 這個戰爭在怎麼來 中華民國他在台灣這裡 按照美國的那個 那個 美國的那個台灣 台灣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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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美國的國內法 全世界有哪個國家 除了美國之外 還有誰制定台灣關係法的 沒有 沒有啊 為什麼只有美國跟台灣有關係 什麼關係 佔您關係 那中華民國是在幹什麼 他來這邊 幫 美國 壓制台灣的 按照台灣關係法 美國有義務喔 聽好喔 義務喔 提供給你台灣 防衛性武器 義務的要不要錢 不用錢耶 那我們每年都編列一千多億 一兩千億去買一些軍火幹什麼 而且還針對美國在買 那上次跟人家跟那個法國買那個幻象 的時候為什麼那個美國人叮叮叫 那錢 那是建型錢 那是在行戰爭戰 他不敢講那個事實 你講事實我們會滾 所以喔 每年從台灣這邊編列預算 去給美國的那個軍費啊 那就是在長安戰爭戰 我們在做路來在行銷 所以大家要了解 台灣人到現在還沒脫離戰爭耶 我們到現在還沒獲得釋放 我們台灣人要在做路來 我們台灣人不是台灣人 我們是台日本帝國的豐民耶 所以大家回去要跟我們的實在人說 說好清楚 他們有疑問 他們都可以歡迎他們來這邊聽講 也歡迎他來跟我們大家做研究 我相信我們這邊通通可以回答他們 所有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 請客 請客 何問題 交給點 今天 嘅 說 … 我們 我們 小心 … 接下來 …